天空事物萌萌 根据调查有83.6%的青少年 认为汽机车废弃排放 是台湾空污主要来源 我觉得会有那么多的空气污染 是因为大家上学都几乎都是开摩托车 或者是直接开汽车去上学 都不愿意提早10分钟 用走路的去上学 空气污染不止只有 就是汽机车 其实包括重工业 包括到我们自己个人 家庭式的可能的污染 其实我觉得孩子们都要去清除 调查同时发现 许多青少年认为 台湾主要能源是核能 但其实是石油 煤与天然气 显示青少年普遍缺乏 正确的环境知识 文教基金会表示 有可能导致青少年 节能减碳行动因此受限 大概98%以上都是依赖 就是国外进口的能源 可是有9成以上的青少年 并不知道 然后相对的 他们对电器的用量的部分 就是那个瓦特数 也不是那么的清楚 那是否这样子会导致 他们在节能减碳上面的 就是那个功效 其实是会大为的减少 根据调查 约有七成青少年 有期待环保餐具的习惯 但随着年龄渐渐增长 人数反而下降 显示年幼因学校与家庭的 约束力配合度反而较高 在学校 我们班的所有人 几乎都会用环保餐具 我会自己带购物袋 能不要用塑胶袋 我都不会用 企业文教基金会 针对过下五年级 至高中三年级学生 做调查 除了要了解青少年想法之外 更希望帮助他们 建立正确的环保观念 原时新闻 莫拉斯巴藏 台北市彩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